合同正式到期 易建联最新去向曝光 杜丰遗憾 球迷太一味 哈喽大家好 欢迎关本期的小民留球 哈喽大家好 欢迎关本期的小民留球 我是小民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CV的体育迷啊 给小民的视频 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CV的最新情况 大多数目前CVG5C呢 正在如火入口进行中 可以说作为上赛季的未免冠军 广文队 他们也是非常期盼 能够在本赛季啊 再次获得冠军吧 但是呢比较遗憾 在之前比赛中 广文队是再次的输给了刘兰 大比分0比3 惨了淘汰 作为广文队来说 输球之后呢 也是本赛季的任务正式完成 在下个赛季呢 将会正式集结 再次冲击冠军 作为球队老大哥 一眼来说 他的动向 也是让他的球迷高度关注 因为他的球迷 也是期待老大哥 能够在这个赛季结果之后呢 能够退役 因为通过整体的表现来看 叶联确实年龄偏大之后呢 自己的移动能力 包括对于整个球队的一个帮助啊 确实不是很大了 所以说作为叶联来说 他的最新去向是干什么 是当教练 还是正式退役 就在之前 叶联是正式的宣布了 自己的一个最新去向 他是发布了自己的动态 也是表示呢 好好备战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争取呢 在下个赛季的更加努力 通过叶联这正式摊排 也可以看出呢 叶联将会在下个赛季呢 继续的征战CB 继续的留在观光队 可以看出叶联呢 他是非常期待 能够在这个赛场继续打球 作为杜峰来说 本赛季出球之后呢 也是比较遗憾 但是呢 罗大哥叶联正式的摊排之后呢 杜峰呢 也是有一丝欣慰吧 也是期待能够在下个赛季呢 继续的征战CB 随着叶联正式官宣 下个赛季继续征战CB 作为球迷来说 也是比较意外 但是呢 也是清理之中的事情 虽然说罗大哥 年龄偏大 但是呢 他的状态 包括来下一个威慑力 还是存在的 我们希望呢 叶联能够在下个赛季啊 好好调整 争取呢 王者归来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 小民聊球 下期待了